我们来看比赛 看到屏幕下方的两位 身穿白色球衣的就是 郑思维和张书贤 这两位就是 王一律和黄亚琼 其实为了这个比赛 想问一下张乃 这些队员们对于今天的比赛 这种交流赛 私下有什么样的讨论吗 就会不会还是挺期待的 因为可能也有时间没有比赛了 或者前段时间封闭的排队 对 因为 因为其实长期的去训练 如果没有比赛的话 运动员还是会比较 会出现一种精神上比较乏的状态 所以有这么一个对抗赛 其实是 也是一个机会 也是一个调技 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比赛的感觉 对 其实今天上午 我们来到这个场地呢 也是比较早 也是看到队员们 早早的也是来到场地进行训练 国家队员其实来到成都这个基地之后 隔离期满了 然后观察期度过之后24天 整个流程走完了之后 其实恢复正常训练 大家平时还是 非常的投入的 所以肯定 因为我们还是需要保持很好的经济状态 因为你不确定比赛 它什么时候会 通知你会说开始 嗯 对 可以说正思维根 可以说正思维根 从黄亚琼来说 再熟悉不过了 其实他们俩也是在 之前的国际大赛当中也是屡获佳绩啊 因为从18年开始吧 因为国家队这样子就有种培养说 选择向邓思雷跟黄亚琼去重新去搭档嘛 对 因为效果也非常的好 对 郑思维其实是一名97年的选手啊 97年出生 黄亚琼这边是 94年吧 94对 94年 所以说两名选手都还非常年轻啊 相信其实也是在火双这个项目 应该是长时间 所以说都是我们要重点去关注的一位选手 因为目前来看混双项目上还是中国的这两队 应该来说是在世界的混双上面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嗯 黄亚琼 目前郑思维跟黄亚琼应该也是在 是在这个 排名当中啊 混双的排名当中是排名世界第一 对 而另一组像 王毅律和这个 黄东 也是排名第二 对 排名第二 也是非常有实力的一队选手 黄亚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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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第一局比赛 现在应该是7比6 郑思维跟张淑贤 6比7往1发球吗 对 郑思维跟张淑贤这边领先1分 其实今天对于张树贤来漂亮 这个球刚想提到张树贤 其实这个球看得出来挺放松的 在往前还挺敢做动作的 其实刚想提到说 其实今天这四个人当中 可能张树贤的年龄偏少 而且经验各方面参加国际大赛的 这个机会 目前来说还不是特别多 能够在这样的对局当中 其实对于他来讲 可能还有一些压力 9比7 9比7 8比9 8比9 好球 10比8 9比10 9比10 1比9 1比9 我们看到队员们其实对于今天的比赛来说都还是在非常认真的准备 从刚刚我们第一局来看 这个比分也非常接近 非常胶着 其实我们今天重点在第一场婚伤的比赛当中 张书贤其实是我们一个大家比较想看的一个点吧 就看这名小将能不能在这个比赛当中 能够表现点自己的什么东西出来 其实之前也有跟队员们在沟通啊 张书贤也是自己在说啊 就是说这个比赛自己可能会紧张 待会儿在场上也不知道能打成什么样子 因为可能他跟郑思维搭档的话 自己可能心里会有点压力吧 对 应该会有一点 对 但是主要还是要发挥出自己的特点 嗯 好球啊 其实这个球我们看出郑思维的这种他的打法 非常的快速 速度非常快 他属于这种连接比较快 你看他可以看到他个子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他要靠这种快速的连接去 来去攻击队员 10比12 对 其实郑思维之前也是练单打的 对 他后面13年才开始打双打 其实他打球的整个风格来讲 非常的灵活吧应该说 这个球伤也非常高 所以其实这种选手是不是打双打更适合一些 嗯 因为从小一般像我们都会以单打为主 嗯 只不过可能到十四五岁 这个时候才会分说 是主攻单打还是主攻双打 嗯 可能中间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对 但是如果像 因为像郑思维他如果 他也是之前打单打 他转到双打 如果他打火双的话 相对来说他的成场的控制 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好 是 因为在混双上面 因为 畢竟是有一个女孩 女选手 男选手会照顾的面积比较大 对 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控制的话 你打起来就会非常有持续 对 啊 而且对于混双的比赛来说 其实 呃 女选手尤为重要 女选手这个防守能力 对 嗯 也之前张楠也是打过混双的比赛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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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之前,像我们一般混双,因为像我们之前应该好像是没有混双组 并且像我们之前混双也不会说每天都去训练 因为一周可能最多练四次混双训练 一般都是以男双训练,女双训练为主 好球,这球有些可惜 17比14 18比14 这就是自己的失误,因为今天的用球可能相当于球速比较快 所以像多排会比较少 漂亮 这个球也是看出来郑思维的自己在往前的敏锐度 非常快,而且非常果断 这边王毅律也是没抓住机会 就看到自己也在摇摇头 这球没打好 19比15 对 这球是不错的 再来 两位搭档起来 看着还不错 今天就上来 王毅烈跟黄亚琼第一局看来进攻的机会相当来说比较少 对 所以就在做好手 这个球 像鱼也就球 是接外 好这样的话我们看到郑思维和张树贤就率先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目前1比0领先 其实刚刚张楠也提到了说 在第一局比赛可能王毅烈和黄亚琼看起来这个进攻的机会要少一些 对面的郑思维和张树贤打的还是要主动一些 对 因为今天的球速他用的比较快 所以谁抢到主动进攻的机会 肯定在场上得分的效率就会相当来说比较高 是 而这段时间其实国家队在整个基地上 封闭训练呢更多的都是在以体能为主 大家可能这段时间这个体能的储备啊各方面还是比较充足的 其实通过这样的比赛来过渡一下 其实也对运动员的整个精神状态啊 我们竞技状态也是一个提振吧 你看 第二局比赛开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我们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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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班的挑战 结果 打掌 打掌 启 接外 打球 连续的防守 走得不错 其实郑思维打球还真的是挺有观赏性的 这些有些动作他其实很敢于去做 包括像上一局我们看到的 也是想愉悦救球 包括这个球 因为郑思维的球路他打得比较灵活 像王毅律的球路相对来说比较直 所以他怎么样去尽量少让郑思维去抓到 可能成的局势就会不一样 是 4比0 哎 通话球 1比4 好 第二局一上来打了一个4比1 哎 可惜啊 这个球 主动失误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搭档郑思维的这名 张书贤这名是四川队的一名00后的小将 目前也是在国家队集训 也是咱们这个重点培养的一名年轻小将 但是对于这个他们的对手像王一律 黄亚琼像他的搭档郑思维这种 可能很多热爱羽毛球的球迷已经非常熟悉了 他都好 6比3 现在混双比赛当中这种男选手发球的质量非常的关键 因为如果男选手的发球质量好的话 他的得分会非常的轻松 是 好球 其实看到张树贤其实在整个往前的防守 包括一些这个球的节击呀 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应该下手 他防守的能力这样看具备了一定的实力 对 其实我们往往也说像混双这样的比赛 女选手的这个防守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因为如果女选手如果是防不住男选手的进攻的话 那你这一方的选手就会在整场比赛中会打的比较比较局限于说一定要去抢抢的进攻的机会 因为有的时候防守反击其实也是比赛当中的一种战术 对 而往往遇到这种对方向男选男选手进攻能力比较强的啊 就是会盯着女选手来打 对 嗯 如果说女选手顶不住的话 就十分很容易了 机会 回球出界 转发ot 对 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有球迷在问这个混双组合拆开打 刚刚也跟张楠在说这个问题 如果说郑思维跟黄亚琼要一起来搭档的话 可能也找不到对手了 所以今天的比赛 混双比赛 郑思维这边是带了一名咱们川队的小将 对 目前来看 如果王一律跟黄亚琼搭档的话 跟郑思维和黄亚琼可以有对抗起来 但是还是郑思维和黄亚琼应该是占一些优势 可能大概在六四到七三开这样 而且如果说那样来打的话 其实这个比赛意义不大 对 因为经常在训练比赛当中 他们都会去进行训练比赛嘛 所以在这种以交流赛的形式的情况下 可以看出来教练组还是希望说 去锻炼张树贤这样的小将 对 因为这场比赛可能 他跟郑思维搭档以后 对他整个的后面的训练都会有一些很大的改变 因为可以看出来郑思维的中场处理他就相对来说 会出的比较合理 而且他会有一些限制 所以就会让说王毅律打的不是说那么的舒服 第二局比赛十一比八 这样的话 目前处于领先的是王毅律和黄亚琼 那在比赛的直播过程当中 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 在我们的看度平台以及腾讯 还有我们的雨鞋的官网 来进行直播的收看 同时也可以给我们留下你想问的问题 像今天我们在解说席 也是请到了张楠来和我们一起观看比赛 其实可能相信很多球迷都会经常看到你在赛场上来打比赛 坐到解说席来解说比赛 这种机会还真的非常难得 对 因为这个也是我第一次来坐在解说席上去看比赛 对 因为一般情况下 我还是愿意在场上打比赛比较舒服 对 所以今天是坐在这儿应该是嘴皮子说得多 在场上是跑得多 他穿那个挺好 因为更多的还喜欢在这种比赛当中这种感觉 你这样的情况下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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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比赛 11比8 啊 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 也有很多球迷在跟我们互动 说这个楼上带着一排口罩好可爱 其实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国家队来到成都这个训练基地之后 其实一直都是处于这个封闭状态 管理的非常严格 包括我们能够到里边来直播这场比赛 其实也是花了很大的功夫 我们每个人员都是经过了严格的检查 然后今天呢在现场 其实这个比赛是封闭的 只是说有一些少量的观众 离得远远的可以看一下咱们队员的比赛 那更多的朋友们呢 都是通过咱们为大家带来的直播 来收看这场比赛 所以我相信其实 包括从这个 国家队隔离之后啊 然后这个消息其实也比较少了 今天能有这样的机会看到大家的比赛 看到我们每个队员这么好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相信热爱羽毛球的观众 都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包括我们还在解说席上请来了 像张楠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比赛 大家都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待会呢 我们还有单打的比赛 我们将会还会请到一位选手 来和我们一起分享比赛 那这个选手到底是谁 这位队员到底是谁 我们也是先卖个关子啊 待会给大家 来介绍一下 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 也希望大家一直来关注我们今天下午的比赛 其实今天下午的比赛 这个看点还挺多的 像包括待会第二场的女单 陈宇飞将出战了 来对阵的是一名男选手 也是四川的一位小将 好球 这两位防守真的不错 看出来张楠的防守能力还确实 非常的不错 对 是四川的一位 好 这个球是界内 界外 不好意思 这个球是一个界外 明显没有我看的准确 看来经常参与到羽毛球运动当中的 我们的张南也是火眼睛睛 视力非常的好 对我们离的这个现场的也是有点远 17比13 17比13 这一局王一律和黄亚琼的这个主动的进攻 还是打得不错 两名明显是加强了这个进攻 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球看出来 其实郑思维和张书贤的这个防守能力 是非常好的 对也不错 因为明显第一局的时候 华小熊和黄亚琳他的速度 场上速度没有这么快 所以给了 郑思维跟张书贤很多进攻的机会 他这一局大家相对来说对抗起来 应该会是 会打到第三局 19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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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比13 20比13 19比13 20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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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局 是这样的话第二局比赛 王一律黄亚雄这边是21比14 拿下了第二局比赛 双方将进入到决胜局 其实从第一局比赛上来 双方有一个小小的试探之后 慢慢也是进入到状态 打的也是非常精彩 其实这两队选手 目前要进入第三局了 张南觉得哪一组的胜率更高一些 我觉得应该是王一律跟黄亚雄 怎么说 因为他如果是速度一直保持 像第二局这样子比较积极的话 应该是王一律跟黄亚雄 占一定的优势 因为毕竟张淑贤这个小匠 他在场上的拿球 包括一些处理球的合理性 他还是比黄亚雄要差一些 20秒 0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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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凉 2 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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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0 3比0 3比0 这对于决胜球来说这个开局还是挺关键的 对 嗯 其外啊这个球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其实张树贤的这个防守能力 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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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球可以看出来像所谓的跑动能力非常的强 嗯 从左掌去跑到右边的往前 哦 这球确实尽力了 能看出郑思维的这个控制能力 和全场的这个奔跑能力 确实掌控力非常强 其实你可以看出黄小琼的这个 他的打车风格非常的稳健 就给人一种很稳妥的感觉 但是如果他在跟郑思维搭档的时候 郑思维的这种加上他的冲击力 他的这种移动能力 所以两个人搭档起来 可能这个效果 就是这种化学反应就出来了 所以为什么说这对搭档 目前也是咱们最好的一对混账组合 万万球六五五三 好 让开 来 来 来 这还是郑思维的特点 这种连接会非常快 对 连接非常快 他胜伏也打得非常合理 是 郑思维其实他的球路也是比较灵活挺多变的 而且在场上也是非常善于观察 相对来说王一律的出球 相对来说就比郑思维要 合理性上要差很多 但是王一律的进攻他还是比较有特点 他比较扎实 所以怎么样在混战当中他能够发挥出他这种尽可能的多去进攻的 多去进攻 他这比赛当中才会占据很大的优势 4比10 第5比10 第3局比赛 从目前来看比分稍微有些大 6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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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比10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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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比七 今天先交化场地 对于今天这个张树贤的表现 张蓝怎么来看 就目前情况 就打得怎么样 我觉得基本上发挥出来 他的特点了 因为他也是技术相对来说 比较的全面 包括可以看到 他的防守能力也是很出色 因为他可以对抗 像王一律这样的进攻 而且目前来看 也没有出现说 这种紧张的状态 是 其实我们看到 曾思维也经常在跟他 这个进行交流 可以看到王一律的进攻 确实有一定的重量 嗯 漂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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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这球曾思维不但体现了自己的防守能力不错啊 进攻能力也有这种一击之命的这种能力 好球 现在华真思维和张书贤是拿到了赛点20比18 哎呦这个球 可以看出来黄亚熊对郑思维的球非常的熟悉 切完就已经拿对角郑思维的勾对角了 是 其实还觉得张书贤的这个他的这个可能后场相对还要弱一些还是要弱一些 这时候双方还是要拼一下心理素质了 对因为 关键分 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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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的话 21比19 从而是拿下了第三局 大比赛 2比1 也要恭喜郑思维和张书贤是战胜了王一律和黄亚熊 拿到了这场 混